我總覺得十八羅漢山一點也不輸大陸的風景 與苗栗的火炎山南投九九峰 並稱為台灣三大火炎山 十八羅漢山又有台灣小桂林的美稱 各位看看是不是很壯觀 拍攝的時候田庚子草還沒有開得很茂盛 現在應該很美了吧 空拍後我們駕車經過辛威大橋前往十八羅漢山 從對面開過來大約二十分鐘左右 今天是2022年10月9日 我們來到了六龜的十八羅漢山 這裡是十八羅漢山的解說服務站 我們在這邊碰到解說員告訴我們 等一下可以往前面有一條小路走過去 就可以看到隧道 好 在這邊呢 好 就是從解說室的旁邊這條小路走過去 好 就是從解說室的旁邊這條小路走過去 沿著這條路一直往前走 好 就可以看到這個隧道 好 在這邊呢 好 大家小心落石 好 在這邊呢 到了這裡呢 我們就向左轉 好 各位 看到了嗎 我們準備進入隧道囉 好 從隧道這邊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真是奇景 我們現在要過山洞了 好 這個隧道呢 上面都是裸露的 它並沒有鋪水泥喔 這是很原始的風貌 所以呢 走在這裡面的時候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感覺石頭應該會掉下來 美不美 林姐比較美啦 前面呢 就是十八羅漢山的自然保護區了 剛剛解說員有說 剛剛解說員有說 如果要進去的話 要辦申請喔 看到了沒有 那邊的隧道 有用鐵門把它封起來 因為我們沒有申請 進入那個自然保護區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條小路 走回服務中心 其實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接到這個步道了 現在是早上的八點三十分左右 高雄的天氣真的是很熱 太陽非常的大 但是呢 利用假日 來十八羅漢山這邊 看看這種原始的隧道 也是不錯的選擇 接著呢 前面就是服務區了喔 這裡有六龜新味的油氣系統導覽圖 可供參考 這裡還有賣咖啡的 各位如果累了 可以在這邊買杯咖啡 坐在這邊喝 休息一下 參觀十八羅漢山後 我們驅車前往離港排隊吃麵囉 好 現在我們到了離港的 易城伯的麵店 這是一個非常有日式建築的一個麵店喔 好 各位可以看看 現在十點多裡面已經客滿了 還有外面有人在等待 繼續往裡面走 主人家養了幾隻柴犬 日式建築的長廊 池子養著錦鯉 復古風的點餐台 我們點了一大盤滷味 水 乾麵 米苔木和燙青菜 這個是奇山橋 這個是地景橋步道 現在的田庚子草應該很美了 大家趕快去看 季節限定的喔 今天是2022年10月10日 我們今天來到了奇山的地景橋 它的位置呢 就在奇山麥當勞的正對面 這個地景橋呢 這個地景橋呢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它是唐廠五分車的軌道 那麼現在呢 改建成人行步道 以及腳踏車的車道 那麼我們在地景橋上面呢 可以看到旁邊的這個奇山橋 在地景橋上面的話就是人行道 下面的話就是自行車道 清晨來地景橋這邊運動呢 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山 然後空氣又非常的新鮮 其實來奇山旅遊 還真的很不錯呢 如果你喜歡爬山的話 這邊都有奇尾山可以讓你爬 如果你們是全家呢 還有帶小孩子來呢 在那邊 又有堂場 可以遊玩 或者呢 在麥當勞的後面呢 那邊還有奇山老街可以逛 所以奇山這個地方 旅遊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好這邊有個階梯 我們就順著階梯往下走 看看 會走到哪裡 原來下面也有步道 這個步道呢 就是兩層 上面一層下面一層 好 各位看到這條溪呢 就叫做男子仙溪 真的很羨慕住在這附近的居民 有這麼好的環境 早上可以運動爬山 現在我們走到 步道的終點了 走到這裡呢 走到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旗尾山的第一登山口 再過去有廟連寺的寄工廟 休閒公園 這裡早上的空氣非常的新鮮 順著這條路走 我們就走到了河堤 順著這條路走 這裡還有停車場 哇 那在車子上面還有一個白鹿絲 它上面還雕了一隻蟲 這隻白鹿絲 原來它嘴巴雕的是蜥蜴 好厲害喔 那個蜥蜴的尾巴還摟在嘴巴外面 太厲害了 俊哥很專心的在玩空拍機 大家可以在這河堤上走走 現在我們來到了旗山堂場 其實我們來旗山堂場 最主要的目的是來看 古早味的干媽店 堂場附近有很多賣藝品賣飲料的地方 大家有空可以來逛逛喔 這邊還有阿戰老菜脯博物館 這外面曬的呢 全部都是老菜脯 我們站的遠遠的地方 就可以聞到那種醃蘿蔔的味道 好香啊 這今天也蠻特別的 你有賣湯啊 老菜脯雞湯 老闆說還有賣老菜脯雞湯 不然我說得好 我也沒人也會寫 呵呵 從這間 菜脯博物館 一直到阿戰干媽店 這邊有一間 兩間 三間 三間的干媽店 連剛剛的菜脯博物館 總共四間 都是老闆阿戰的 這邊就是阿戰干媽店 百年老店 還差九十三年啊 他說的 呵呵 好觀看這個主椅 就是小時候的主椅 這裡面的東西都非常的 古老 非常的舊 都是我們小時候的東西 那你就知道 俊哥有多老了吧 哇 這邊有那個挖把布的東西 哇 這裡有三排的大豚寶寶 我看到這些碗了沒有 蠻舊的 我看到那個相機套 就想起了我爸爸 那個時候 他也有一個相機套 看到這櫥櫃沒有 這就夠老了吧 這都是他的干媽店 這是第二間 這邊有賣很多菜脯 給大家看看 這種懷佑感覺多好啊 這是第三間 那個椅子也很老的 看得出來 大家有空一定要來這邊看看 太棒了 好 這邊的桑生愛玉是很好喝的喔 老闆特別說他的桑生 非常非常好喝 不要加檸檬 哇 哇好好吃喔 哇好好吃喔 老闆說 不好吃不要錢 太好吃了怎麼辦 再吃一口 要不然等下又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看到桑生沒有 來這邊一定要點 桑生愛玉 不是檸檬愛玉 是桑生愛玉喔 又好喝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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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很美 我又不喜歡 你也很美 很美 很好吃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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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齐山堂场 一定要来这边走走看看 否则你就白来咯 这尊技工佛像高61尺五寸 内部有螺旋阶梯共七层 总觉得这佛经的唱调好耳熟 讲了好久 原来是玛兰情歌 这是一楼大殿 中间供奉的是观音菩萨 其他分别供奉技工佛祖 观圣帝君 天上圣母及五辅千岁 接着我们继续往后殿走去 后殿总共九层 这是二楼技工殿 据说这是有八百年历史的 技工遗物 这是五楼观音殿 两旁还有十八楼汉 再来就是七楼的如来殿 最后爬到顶楼 这里的视野非常辽阔 这就是九楼的玉皇殿了 在庙的后面还有很大的停车场 这两栋是香客大楼 这集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